朕本来不舍 义不大信 在你母妃侍候 又强留了你半年 终是不计 忍痛将你送走 李世民一口咽下酒水 自嘲道 果然 红装收拾 不再暗住暗亡 却可怜了你 在外收库那些年 慧敬之后 变成这副孤僻模样 你的眼睛 他声音发紧 似是回忆起了他继位之初 时隔几年头一回见到 这沉默寡言的数字 年少时的情景 侧头转了话题 皇儿 你知道这些 可会怨恨为父 怨恨 你母妃 不会 李太起身离席 面向李世民跪下 声音清醒 语调清晰 父皇多虑 事实当有轻重缓急之分 好 不忘真看中你啊 李世民放下酒杯 同样离席 走下台阶 上前扶起了李太 一手轻拍在他 以不同当年瘦弱的宽厚肩膀 请声道 前几回的事儿是委屈了你 但朕对你期望颇高 莫要怪朕对你眼里 听说你那王妃腿上不好 这回俘获医者 朕叫人探问之后 可派给你用 谢父皇恩典 但儿臣已访得 江南有一只股名医游走 欲带他前去求医 感情父皇 恩准儿臣离京 李世民犹豫片刻 道 你财杀逆匪 定为红庄所恨 原本不宜远行 但你既有心 朕也不足 就怕一支禁军 护送你沿途可好 多谢父皇恩准 那就这样吧 李世民放开 长下略显僵硬的肩膀 转身走回了高座 举背道 今夜高兴 陪朕醉上一回如何呀 李太未答 却是同样回到座上 端起了酒杯陪饮 酒憨夜醉 李太从宣德宫中出来 已是月上中天 店外闷热 来往风吹都夹杂着燥气 抬头望了眼头顶的月色 他一手移到左肩暗了暗 鼻尖嗅到一股若有若无的星色 眉心微醋 大步朝着店外走去 义戎座随从的李太 弯腰跟上 两名工人打着灯笼 在前引路 四名侍卫 跟在其后送行 坐回马车上 出了工 阿生才从架座钻进了车内 一路无语 直到魏王府门前 阿生拦下欲往翡翠院去通报的下人 孙德莱从前厅跑了过来 跟在李太身后往后院走 以免汇报着这一个月来大小事情 等到一行走到了翡翠院前的折桥上 已将李太外出这些时日 一欲作为报了个大概 桥内头守门的侍女 看见这边灯光 留了一个进院里报 另一个则是小跑着过去迎人 李太一脚踏上桥头 看见院中灯火 才觉多日羁压的念想骚动起来 脚下风声不由变得紧凑 平童撩起竹帘 李太进到屋内 绕过了屏风 先是看向床上光影入目 那侧卧而眠的软影 让她停了脚步 缓了眼神 柱子听说您回来 从下午坐等到那夜里 喝了汤药 才抵不住困境 饭都没吃 刚睡下不到半个时辰 平童小声地在一旁道 要奴婢交起吗 退下 李太目光稳稳落在帐后 侧卧的一玉身上 抬手清晖 直到下人们都退了出去 才一步走到床前 撩开沙杖 立在床头 低头看她安静地睡眼 方才躁动的心 奇异地平静下来 她的身影投在她眼里 就仿佛一片清凉的叶子 盖在心上 近月不见 她仍是圆润了许多 双颊薄满 因为合着眼睛 少了几分知性和成熟 多了几分娇气 睡歪的发际散开半边 柔软的发丝 沿着耳侧钻入脖颈 发尾引出一抹诱人的弧度 李太俯下身 手指落在她发尾处清点 指尖香滑 叫她铜色微暗 更确信 她的确是长了几两肉出来 毫不意外地 一个开始清缓 到后来又过显急切地闻 把一玉给嚼醒 她先是一惊 双手推出去 却被这偷袭的男人抓牢 按在枕侧 紧接着闻到她气味 倒嘴边的惊叫咽下 又狠吸了一口她身上的热气 差点落下泪来 唇齿交流的滑腻 让她心扑扑地跳动 嘴被咬着 只能从喉咙里发出一声咕噜 乖顺地重新闭上了眼睛 微微起唇迎她 许是察觉到她的服帖 手腕被她松开 很自然地便抬起 从她宽阔的肩头绕过 在她颈后打了个结 唇上的炙热 让她头脑昏胀地 想着这些日子 不是她一个人在思念 那湿漉漉的亲吻渐渐下移 到她下颌 到她脖子上 停留了好大一阵 辗转到她已被解开的胸前 她呼呼喘着气 半眯着眼睛 望着床顶的沙障 听着她在这夜里 沉重的呼吸声 半嗓才发出一句沙沙软语 这么晚才回来 可有念想 手掌摩擦着她温良的肌肤 在这热夜里 几乎是让人愧叹得舒适 有 诚实地回答 换来是更加热情的亲吻和爱处 她吃不住 微微打了个寒筋 腰线窜起一股酥麻 脸通红 正是犹豫着 要不要提醒她先去沐浴 裤腿便被她疗上去 一个机灵 她瞬间便清醒过来大半 慌忙撑起身子 抬手去推她 却被她稳稳按着大腿 使不上力气 也不敢蛮力抽腿 唯有懊恼地看她将她裤腿撩到根处 盯着她左膝上丑陋的一块 声势如何 李太侧坐在床边直起身子 已无大碍 再有半个月的药用便可走动 一欲伸手盖住膝盖 不叫她再盯着看 目光落在她半视光影的侧脸上 想要说些什么 却不觉看吃了去 她瘦了 也晒黑了些 较常人深邃的五官 少了些俊美 多了些英挺 被烛光照得高大的身影 夹杂着薄薄的酒气 和一丝汗味 一欲不知什么该叫做男人味 但她却觉得 这种东西在李太的身上 是十足的 这么一阵痴望 膝上伤口已被她 滚烫的掌心贴合 慢慢摩擦带来的骚动 叫她脸蛋又红透了几分 半嗓才憋出一句话来 好好养些日子 应该不会溜疤 李太并没有听出 她那小女人心态 检查着她伤处 问道 能看周车 周车 一欲一喜 欲门一扫 两眼放亮 这么快就要带我出门吗 我一笑皇上禀过 李太放下她裤腿 抬头对上她 洗上眉梢的小模样 你若无大碍 过几日咱们就下江南 嗯 一欲觉得自己笑得太过 明起嘴角 伸手去摸了摸她的脸庞 不满道 这大热天的 你在外面奔波 都晒黑了 我瞧你瘦了一圈 累坏了吧 叫我瞧瞧 说着便要去捏她万卖 李太不着痕迹地躲开 反握住她手心 捏了捏 你却胖了 没有哪个女人 喜欢听自己的男人 说她胖的 当即垮了脸 闷声道 我整日窝在床上 不能动弹 不胖才怪呢 你要嫌弃 少吃些便是了 她白种神态 她都爱看 欣赏了一会儿 她闷闷不乐的表情 李太目光一转 同手指一起落在她 半露的胸前 语调微扬 这样也好 这还听不出话外之音 就白长脑子了 一遇一阵脸梢 拍开她的手指 一手推开她肩膀 慌忙拉扯如山遮盖 嘟囔道 你是跑来的不成 你身汗味 快去洗洗 李太不再逗她 在床头倒了杯水喝下 又看了她一眼 含羞的模样 起身去了浴房 一遇转眼便没了笑 手指略颤地伸到 鼻尖下面闻了闻味道 常年处药 她鼻子痒得极其灵敏 就连血腥味都逃不过 又想她方才遮掩 必是受了不清的伤 沉吸了几口气 捂住嘴巴 眼眶湿润 好一会儿才缓过来心疼劲 整理好衣衫 隐隐听见从御房传来的水声 她才叫侍女进来 把桌上的酒肉都撤了 又让平慧上楼去取了药材 使唤平云叫醒厨房 添煮一道补血的汤水 再三小声叮嘱 不要漏了药味 又让平童去换阿生 进去服侍 可她声音压得再低 也逃不过李太耳朵 她赤膊坐在浴池中 左肩上赫然缠着几圈白沙 肩窝溢着几点心红 摸了摸伤处 她眼中紧剩的冷漠 也被一种极其含蓄的感情遮干 和尚双目 细细听着她时段时序的嗓音 似能平复伤痛 她早已不需要去羡慕别人拥有的 让阿生将伤口处理了一下 换上一件深色的断袍 同一玉一道吃了一顿夜香 李太不动声色地喝下了那碗 味道过香的汤水 洗漱后退了下人 将她抱回床上 搂在味伤的那处肩头 盖了条丝绒凉背在腰间 听她徐徐说着 五月里的诗文 无句无细 只有在她询问时 才张嘴接上一句话 小夫妻新婚首颠 一去尽月才归 千尝挂肚 在聚床前 若非是一个心忧她伤势 一个顾及她身体 又怎是说说话 便能解相思的 事已免去了一场云雨 絮絮叨叨 到了天快明 一遇才还着她腰腹 打着哈欠 缓缓地睡去 李太在外十日 说是风餐露宿也不为过 胸前一微的粪粮 落了一颗浮荡的心 听着她呼吸渐平 闻着她发悬心香 同心共眠 第二天上午 日上三竿 两人才起床洗漱 非是做了什么情事 只躺在床上继续聊 昨晚未完的话题 也够聊的 一遇得意洋洋地叫平童 去书房 取了长孙无忌 写给她的那封求和信 在李太面前献保 她只是将那信上 看过一遍 便摸着她头发 不再言语 一遇不疑她有意 也不知道当日 叫她受屈之事 李太如何心性 才能忍下 所幸 她讲着讲着 便换到别的事上 并不纠缠在这一件 杜楚克消息灵通 李太回来 并没有大张旗鼓 但第二天上午 她便找了过来 两人在书房 说了什么 一遇并不关心 李太一归佛 她便又有了精神 等到杜楚克走 便尽头十足地拿出前几日整理好的昆原路稿件 将几处排版修改建议 说给她讨论 两人这趟出门要下江南 每个三两月是回不来 先将一期的稿子落成是当务之急 她常年阅览杂书 对书刊的可读性有独到见解 不是盲目地抒发己见 而是将备好的修改细则 一条条罗列 讲解给李太听 相较于她的细心 李太全局观甚强 两人也算互补 又都不是爱发脾气的人 即便有了矛盾 也很难起争执 就在床头 一支笔一张桌 投了神 谈论到傍晚 才被平同忍不住出声打断 拜上晚膳提醒他们先吃饭 逆游未尽的不只是一遇 李太亦然 她少时成才 文学造诣颇深 言辞犀利 平日讨论的多是苏绪和谢衍 这等水平的人物 虽一遇许多观念仍然幼稚 不服实规 又常被她一句话赌回去 然她能在她的挑剔之下 不退不切 游走自如 足可见她不拘于行的独特敏捷 这点发现是很让李太满意 人都道她寡言少语 谁又知 这是本性的傲然所使 让她不愿同虚名之辈 多说一句废话 饭后 李太抱着一欲 坐在湖边的软榻上乘凉 摆好茶点 丫鬍们都识相地退下 两人腻在一处也不嫌烦 一个是不觉得热 一个是愿意挨热 你明日要到文学馆去 我就回镇上一趟 我娘还不知道我受伤 我打算明日去同她交代一下 不然咱们这一走 她听到什么风声 还不给气着 一欲想起她瞒着卢氏这些天 明天要去坦白从宽 头疼不已 不然等明天下午 我陪你同去 不好 一个上午怎么够你安排事情的 咱们还是个忙个的 一欲拨了着她 金口的银线滚边 左腿很是舒服地 压在她的小腿上 我娘舍不得骂我 只会心疼我 我这次要去看祖母 也好帮她捎些贴心话过去 要下江南 必走扬重 她先前积压在心的怀疑 对卢老夫人的 对周夫人的 都需要一个解释 嗯 李太并不知道 一欲在大婚那天早晨 因为一个妆容而起的猜疑 这趟外出 一是陪她散心 二来却是为了查证 一则探报 卢家次子的行踪 有了消息 李太所想 要等待雀姓 再告诉她也无妨 免得如同前年普沙罗一行 差点让她空欢喜了一场 卢氏 在见到被抬进屋的闺女 的确是受了一场惊吓 但在一欲告知经过后 却有出奇的冷静 没有慌乱 仔仔细细地询问了她的伤势 知道没有大碍 这般动静 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这才板起了脸 任凭一欲卖乖软红 也不见个笑 最后还是一欲 搬出她要到扬州一行 才成功让卢氏又搭理她 你要去扬州 卢氏脸上除了惊讶便是意外 还有些古怪 一欲点头道 是啊 殿下打算带我出门去走走 借寻医之名把腿养好 我想正好到扬州探望祖母 娘 您可有准备准备礼品书线 我帮你带去 不用了 卢氏哭笑不得 我也是打算要去探你祖母 你今日若不来找我 我过两天也要去寻你辞行 您也要去 这还真是巧了 一欲想想便笑开 拉着卢氏的手臂晃晃 这可好啊 咱们能同行 哪知卢氏摇头拒绝 你同卫王出门 娘去掺和算什么事 咱们分头走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您这哪里话呀 同行怎么了 殿下不会介意的 一欲不一 硬赖着要和他一起走 若您独自出门 女儿怎么放心 不必担心 我同你韩叔一道 卢氏一脸的淡定 一欲傻眼了 同韩丽那有钱科的人贩子一起走 那就更要担心了行不行 不行 我不答应 一欲皱眉 脸色微黑 没了笑容 卢氏一瞧他来了脾气 就知道他担心哪般 翻软和下来 伸手搂着他肩膀 哄着 你韩叔已知当年他做错 不该瞒把我带走 此行确实是为了护送我 我已警告过他 若是他要打什么鬼主意 娘就是拼了命 也不依他 你还担心什么 一欲承认 他婚前大病那一场 被韩丽送到摇晃处 已然对韩丽改观 但这并不代表 他就相信 那个鬼诈的男人 他娘被骗走过一回 他怎么容许第二回 大哥身死 二哥失踪 他只有卢氏一个亲人了 万不能再失去了 母女俩各执几件 谁都不愿意松口 午饭时 韩丽一眼看出他们的纠结 又见卢氏频频递来求助的目光 心中大为受用 面上却沉稳不鲜 饭到一半才迟迟开口道 月儿 想必你娘已告知你 我们要难行 我知道 我同王爷也要到扬州去 就不劳烦韩淑书相送了 一欲抬手敲开韩丽玉 偷偷摸摸伸来的筷子 把那块块要落在他碗中的 啃过的骨头打落 反手又将他最爱吃的一盘鹿肉 扣进手边的汤盆里 啊 别 韩丽一眼睁睁瞧着佳肴泡汤 狠狠地瞪了一欲一眼 哭丧着脸对着卢氏 娘 您瞧他又欺负我 卢氏未哄他 只好让人再去做一份来 韩丽和一欲则是隔着一张桌子 暗斗眼神 呵呵呵 魏王要下江南 韩丽笑呵呵的 那必是借了为你寻衣的由头 正是 一欲打定主意不停地花言巧语 但却在他下一句话后 瞬间变得迟疑 你是否想过他还有别的事要办呢 也许你娘与你同行 并不比与我同行 方便多少 韩丽若有所指的暗示一遇 李太此行兴许危险 卢氏跟着他并不安全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